接上集,老师这时在台上宣布到,今晚会举办城堡舞会,还说时代少年团全员都会到场,女生们听后全员沸腾,很快夜幕便悄悄降临,舞会也即将开始,同学们都打扮得像西方公主一样,只有洛英还穿着一身校服,这是一场化妆舞会。 入场的所有人,都必须选择一个面具,洛英挑了一个恶魔面具,面具上有着两根长脚,洛英满意地戴了上去,面具完完全全地遮住了她的全脸,时代少年团已经全员到齐,七个人正站在舞会的二楼观景台,纵观全场,因为是有罗云心,脸上戴的是遮住半脸的面具,所以马佳琪一下子就认出来,那是洛英的朋友, 也便自然地看到罗云心身旁的洛英,马佳琪自然是想邀请洛英当舞伴,舞会间,一位学姐让洛英和室友帮忙试穿礼服,洛英穿着黑色礼服,出现在舞会现场时,立刻惊艳了所有人, 十几位男生围上来想请洛英跳舞,这时一道深冷的男音,漠然传来说道,不能她是我的女人,所有人都被这身高一米八八,穿着一身墨黑色军装的男人给吓到,因为是舞会, 艳心号也戴着面具,她将洛英拉出城堡外面,马佳琪见状直接抛下其他六人,跟着两人走了出去,正想开口向洛英邀请共舞,之后就见艳心号当着几人的面, 吻了洛英,直到那几人即将靠近,艳心号才松开洛英,艳心号走后几人问洛英他是谁,洛英五妹一笑回答道, 他啊,是我的男宠,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开,隔日,洛英在新药学院,查到了当年杀害他妈妈的凶手,凶手甚至出现在了洛英面前,对洛英猙獰地笑着,不断开口说着当年的所作所为,洛英的眼睛仿佛被血染红,他垂在双腿旁的双手轻轻一翻,两把闪着寒光的匕首,就这样被他反扣在掌心,那男人吓得连忙逃跑, 躲到另一位高大的男人身后,并开口嘲讽道,哎呀,你一个丫头骗子居然还敢来真的啊,他身前的高大的男人叫做古泽,曾经是个雇佣兵,个头就好像一个巨人,可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小丫头,是国际杀手排行第一的蛇王。 洛英露出一个蛇王血洗现场前,六亲不认冷血无情的冷笑,在古泽朝他冲来的当下,完全没有丝毫躲闪,反扣两把敌手正面迎刃而上,古泽被击倒的那一刻,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珠,而他身后的男人早已尿失了裤子, 他原以为请个雇佣兵就安全了,没想到古泽一个照面就被打倒,接下来等待他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解决了凶手后洛英回到原来的学校,生活也不入了正轨,每天早上,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的晨练完毕,洛英返回家,妈妈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和爸爸出门, 这里是原主的爸妈,洛英吃完早饭就去了九龙总部,洛英去九龙也没什么事,转了一圈就离开了,一眨眼的功夫,又到了学校上学的时间,洛英刚到班级,就有男生在议论,本是名气不小的九龙,那男生说,在九龙总部的高层校校画墙上,看到有个高层名叫洛英,还是个大姐头,地位比九龙老大还厉害还高, 江飞偷偷问向洛英那是不是他,洛英回答那只是巧合吧,洛英的话刚刚说完,刚才吹嘘的男生就嗖地站起来说道,洛英,你真的厉害了呀,都挂人家九龙高层的墙上去了哈哈,洛英说道,如果你想,我也可以随时把你挂到九龙的墙上,周围同学听了哈哈大笑,他们并不知道九龙高层真的是洛英,晚上快要放学时,学校突然停电, 一直持续到放学也没来电,洛英和江飞去接他的弟弟放学,刚走到他弟弟的教学楼,就看到无数武警围在那里,远处有几个家长惊恐地说话声,传入两人耳畔,听说有一群犯罪分子,偷跑到咱们市里,刚刚被警方追击,就不知怎么地混进了学校,现在似乎躲在一个班里, 而这个班刚好是江飞弟弟的班级,江飞级的眼泪直流,洛英安慰道一定会没事的,校门口最前列,一位女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嚎,洛英什么话都没说,一个低身前行,从一位武警身旁越过进了警戒线内,警察见一个十几岁的姑娘,进入了危险领地,连忙喊道,小姑娘快出去, 洛英被警察追着,她神情自若地抬起手,示意自己并没有威胁性,接着偷偷扔下一颗烟雾弹,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时,洛英留下一句枪借我一用,一会还你,接着消失在烟雾之中,速度快到几位武警都追不上,不一会里面的警员就汇报,有一位小妹妹,正在向目标人士所在的实验楼去,我们是否该阻止, 他们心想,一个女人居然能突破重重阻拦,来到这里,当然是有那么两下子的,可实验楼上的那一群歹徒,他们也并不是吃素的,那些都是些吃人不徒骨的凶神恶煞,她一个十几岁大的小妹妹,那不就是送死吗?估计连枪怎么开都不知道,哪是人家歹徒的对手? 最要命的是,那群凶恶的歹徒要是知道逃不出去,保不定做出玉石巨坟的事情,洛英刚徒手从墙外爬到五楼,微微低谋,就看见一群掩藏在暗处的特种兵们,拿着统一的装备正包围这栋实验楼,而其中一批人也正准备潜入,她只瞇了瞇眼,对她来说,他们提前出手就是在拖后腿, 所以洛英要赶在他们潜入之前,就先自己解决掉,洛英从腰带抽出一把匕首,准备悄无声息的潜入,在洛英心中匕首永远比枪好用,原因是枪是机械,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状况,而刀永远都是看拿的人的技术,她贴在五楼楼梯过道的墙壁外,碰得一声将楼梯过道处的窗户打开,楼梯过道处,三明盘膝, 正坐在楼梯口打扑克牌的歹徒,自然也听到了这声响,往窗边一探,他们并没发觉洛英的靠近,而是以微风吹开了窗户,其中一人轻蔑一笑说道,那群警察送着呢,根本不敢上来,就在三人虚惊一场,低下头继续把玩着手里的扑克牌时,头顶猛然越过一道黑影,洛英并没有直接潜入, 他等三人松下紧绷的情绪后,没有一秒钟的犹豫,而是一个翻身跃入窗台,只用三下就将三人解决掉,洛英轻松解决了看门稿,又向着五楼的楼梯走去,捏手捏脚来到班级外,洛英贴在墙上,听了听里面的动静之后,掏出一块手帕使了使动静,引起了前面把风的人注意, 那人走过来,洛英用手帕捂住那人的嘴巴,轻松就将它解决了,洛英像丢垃圾一样,将男人随意丢到地上,离开楼梯台阶来到走廊,这时洛英刚刚潜入的中间楼道,窗外闪进来几道伸手灵敏的身影, 他们便是刚才跟洛英,一起跃墙而上的那一群特种兵,当他们潜入其内,刚好看见洛英解决男人的一幕,以及地上躺着的三个男人,这一群接受过最正式,最严格训练的特种兵,全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,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,竟然那么无声无息地,解决了四名歹徒,为首的特种兵队长,与他的几位队员对视一眼, 都震惊到瞪大眼珠,各种兵队长向洛英打了个手势,示意合作行动,洛英皱了皱眉,他并不想与他们一起行动,他比出手是示意别跟着我,洛英粗虑一看,教室里所有的人全都安然无恙,而里面正有着六名歹徒,每一位歹徒手里都拿着武器,这要是换了任何一个人,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,而洛英却轻蔑一笑道, 未完待续,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,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